隐形眼镜的利润丰厚 其中三雄包含了金硕金克金华 这几年都搅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也吸引了其他科技厂商的加入 举例来说像是民机材 以及半导体通路商 也纷纷地前来布局 聪明水蓝还有瞳孔变色片 隐形眼镜在这十年来大崛起 全球年商机高达2600亿台币 毛利率顿势超过50% 吸引台湾厂商投入 台湾的在生技医药 生物科技上面的产值 其实是落后于全球的平均值的 看上台湾生机医疗产业成长空间大 彭子贤2009年打造金硕光学 专门研发隐形眼镜 一路从亏损到成为股价 铺500元的生机股王 今年上半年搅出亮眼成绩 税后存益5.19亿元 年增125% EPS来到7.43元 过去的一年我们在 自由品牌跟代工的部分都有长足的成长 尤其在中国大陆跟日本这两个市场 是我们成长最多的 中国影险近市场 今年来销量明显增加 日本也预计较去年成长两位数 其他台场也都表现很好 万万金可上半年税后存益6.64亿元 EPS6.84元 年增142% 金华上半年税后存益4.37亿元 EPS来到8.68元 我们确实看到在台湾市场端 这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营收的下滑 但是在中国市场 那因为他们的疫情已经解封了 所以民众恢复到正常生活状况之下 那所以再看到在他们中国的 营收的部分都有亮丽的成长的表现 除了银眼三雄之外 明精彩小金鸡释阳去年登陆新柜后 也在百元俱乐部 半导体材料通路商长华 转投资旺准科技 也预计在夏季登陆新柜 以前近利润丰厚 台湾科技厂纷纷跨界墙 研究商机 上轩许直诚方向看导